突然讲了个十多年前的卡片相机 这个是索尼的 然后开机的时候朝下拨 非常的优雅 上边左边看有它的型号 DSC-TX5 然后右上角四颗按键 这边是开关机键 摄影摄像键 还有一个变焦 这是个拨杆 再往下还有回放键 这个机器其实还主打防水 有触摸屏 然后你看它触摸屏上 还有镀膜处理 开机 它开机速度还挺快 下面是它的电池舱 同时支持索尼的机翼板 还有SD卡 然后还是下面这部分 它藏了一个小机关 这个拨开 拨开可以拨开 拨开里边其实是科罗斯 但是它拨开之后 右边这块也可以打开 这个是通过一个香蕉垫 卡上去的 防水嘛防水 然后里边是一个接口 然后就是前面这部分 滑动开关机部分 然后从这个边缘 可以把它撬起来 刹下卡扣脱开之后 然后朝左挪 OK 上面部分下来 从我这两张弹簧提供手感 OK 这部分主要是卡扣 这部分主要是卡扣 它上面有防水的元素 有一个加条 看一下里边的设计 OK 右边的镜头模块 这个从MPC软片 现在走线上可以看到 它分分两部分 上边是对焦 这是个4倍光学变焦 再加一个8倍数码变焦 然后前往 前往是镜头 前往是镜头 CMOS成像是在下边 左边是一些滤镜 右边是成像单元 OK 先找它这个闪光灯的电容 那个东西曾经伤害过我 我在里边藏着 后边是处理器 然后右边是它读卡器 不目前看好像进过水啊 这机器不是好像防水吗 继续这边这个小模块 最左边是供电接口 然后上面是按键 闪光灯部分 闪光灯部分 中间这个部分 是给它处理器散热的 你看它这个玩意儿 都是模块画的 都是某一部分是一个模块 看到没有 各个各自为战 哎我靠这个机器修过 怎么突然间又出 这么一个易碎标 2012年4月份 什么情况 12345678910 10颗螺丝 就这么一个相机 10颗螺丝就搞定了 大多数还是通过卡扣 瞧妙的把它合到一起的 然后呢你看 我这还有一个 继续呢 不要害怕不要哭 这还有一个 应该都是十多年前的机器啊 你看它这个相机是支持VGA 30帧也就是640x480像素的视频 所以呢 我就试试看能不能用它录视频 去拆它 去体验一下十多年前的这种 低像素的感觉啊 OKOK应该是录着了吧 它最多只能录22分钟 目前这个卡 所以说就是时间紧 这么够 这是个佳能的相机 别拆了都不知道是拆了谁啊 佳能的相机 我也不知道照清不清啊 后盖后盖 我可以整个机芯都拆出来 前盒 铝合金铝合金 这个机就不防水了 然后屏幕排线出现了 好像不是很对焦啊 屏幕部分 目前没看到一碎标啊 应该是没修过 然后它实际上也是模块化设计 左边线路板 这个主库是佳能的 DIGIC4 可能当年也非常牛逼吧 然后中间是成像模组 最右边 最右边是闪光灯 这边这个电池 也是可更换 记录旅班的日期 这都好理解啊 我先看电容 这镜头部分 这个都不是前方形设计了 右边是闪光灯 同样这个电容也是在里边藏着 非常的安全 非常的安全 可以让我非常的肆无忌惮 索尼是把这个镜头和闪光灯模块两个分开了 这个是多少有点连在一起的 共享了一些排线 实际上我感觉索尼的设计还是厉害点 但佳能 佳能的用量可以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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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么两个早年的相机啊 然后呢 你看我这还有这么一个玩意儿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 我这边是没有翻展屏 这个是一个小椅的相机 好不好不知道 但是我现在手里有三台 嗯 都是各路粉丝给我寄过来的 应该好用 它不会给我吧 你看这个连 原厂膜都没有撕 所以现在你们猜一下 就这个东西 里边大概有多少颗螺丝 只猜机身 不说镜头 因为我之前预拆了一个 这里边这个螺丝数量 嘿嘿嘿 所以你们猜一下 这里边大概有多少颗螺丝 一个小椅的相机 相机视频有时候拆这个 连镜头一起拆 在那儿吧